大家好 欢迎走进本周的中国长三角 跨域一体开放共赢 本周一 2023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开发者大会在上海青浦举行了 今年又有哪些新朋友入圈了呢 示范区里头又有哪些新动作呢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本次示范区开发者大会有13家新成员入盟 从行业属性来看 新入盟成员高度细合示范区生态绿色的本底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 如华润集团 中国能建 蓝军新能源等绿色发展类绿色投资类企业 他们将进一步助力示范区的绿色低碳和转型发展 介绍我们示范区目前的成就 而且未来我们想干嘛 我认为我们的平台可以方便我们这个示范区让全球知道 在全球层面讲好我们示范区的好故事 随着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获批 示范区建设也在不断跑出加速度 三个重大合作项目 九个重点产业项目现场签约 涵盖生物医药 智能制造 高端装备 新能源等重点领域 总投资达到137亿元 重点产业项目重点聚焦于高质量 但是重大合作我们更多的要体现一体化 所以这一块的布局我觉得是你可以看到既有软件 也有硬件 既有一些这个材料 可能也有一些前缘技术的一些铺垫 那我觉得这个呢 它实际上就是为我们的未来的数字金的发展大更好的基础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重大基础设施工程 串联起上海 苏州 湖州的护苏湖铁路不断地取得新突破 本周二 全长460米 近27层楼高的跨上海斜塘航道斜拉桥顺利合拢了 这也是我国第一座高铁 铺铁四线铁路并行的桥梁 随着施工人员给最后一节钢箱梁焊接 护苏湖铁路全线跨度最大的桥梁主体结构全部完成合拢 未来 这座桥梁将同时承载时速350公里的护苏湖高铁 和时速150公里的护苏湖铁路 两股列车的话 它对这个时速不一样 会导致对这个桥梁的冲击力不一样 动载也不一样 投入运营前 这座桥梁还会反复测试 确保不同时速的两列车同时过桥时 桥梁形变可以精准控制在毫米级内 在松江 护苏湖铁路全线最长跨度悬贯梁 也就是跨泰浦和悬贯梁也完成合拢 这一桥梁采用连续两孔结构 两体全长 将近450米 跨境长达224米 合拢后为全线按期铺轨奠定了箭矢的技术 按计划 护苏湖铁路将于2024年建成 全线起自上海洪桥站途经租南至浙江湖州 全长约163.8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将成为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路网中的骨干线 建成后 上海到湖州可以实现30分钟通勤 可有效竖解护宁护航铁路通道的压力 同时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政商观察 22个国家和地区将近500家的中外参展企业 33.8万人次观展坐标在上海 本周为期四天的第二十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 也就是China Joy落下了帷幕 时隔两年再度回归也是创下了傲人数据 而在这个数据背后我们看到的是更大的数据 一个是中国游戏玩家的规模 已经增加到了创新高的6.68亿 另外游戏市场的规模已经扩张到了将近2700亿 这个游戏产业到底会怎么成为大众娱乐 牵液赛道还有哪些成长空间 在我们的讨论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背景报道 时隔两年后 中国游戏节省会China Joy回归线下 7月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记者观察发现在展会连续三天的各类主题分享 圆桌论坛中 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了头号热点话题 AI的这个深度学习 对于游戏内容领域的拓宽 能够让用户产生更加沉浸式的代入感 随着游戏对算力图形处理等方面的高要求 持续驱动着芯片高速网络等产业的科技进步 游戏产业已经走到了重构自身价值的关键转折期 好 我们今天演播室也请到了三位嘉宾 他们是上海社科院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懿 我们还请到了上海市体育产业联合会副秘书长 上海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秘书长朱庆庆 凯英网络投资于IP中心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杨吴岳 欢迎 刚才报道当中也特别说到 今年在这个展会上大家会发现 这个游戏产业的热词也是生成式人工智能 它会带来怎么样的不同的体验 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举个例子 我就以现在比较火的AI NPC来举例 NPC其实是我们游戏当中一个术语 指的就是非玩家角色 也就是游戏当中固定的一个角色 那在原来的游戏体验当中呢 其实这个NPC它是有脚本的 就是你任何一次碰到他 跟他说同样的话 他给你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玩家只要玩的次数够多 对这个NPC他会非常了解 对 然后如果说是通过AI和NPC的结合 那我们会发现这个NPC他其实有智慧 会随着你每次跟他提供的信息的不同 他对你的反馈都会不一样 而且对每个人的反馈都会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跟他提供的信息 输入的信息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会导致整个游戏体验 会更加的有互动性 而且有沉浸感 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去畅想 就是科技手段发展 其实是特别快速的 而且这个快速可能未来 对于整个游戏业态 或者内容产生的这个迭代 目前有一些内容 可能是我们目前还无法想象的这个内容 所以这一块我觉得 可能在未来的短期 两年到三年之内 可能又会对游戏产业 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所以游戏走到哪一步 其实是我们科技发展到哪一步的 一个点状的窗口式的反应 从过去这个游戏产业这个历史来看 它本身就是半导体技术 这个软件技术 包括这个编程 包括现在我们谈来人工智能的 各种技术的 它一个很好的一个练兵场 是吧 这个我想你们应该 这个感觉应该更好 实际上凡是新的这个芯片 新的这个算法 新的一些技术出来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游戏行业都会冲在前面 我认为这个很容易理解 游戏行业是不多的 这个长期能保持这个 有这个高的利润的这个行业 所以它就一定要用最新的这个技术 那最新的技术呢 又来带来它这个不同的企业的 这个竞争力 问一下杨总啊 你们是不是一直在跟踪 就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些最新的潮流 让自己的游戏产品跟他们做结合 对的 因为AI在两个方面 其实它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影响 是比较确定的 第一个是降本增效 第二个就是说 推动游戏体验变得更好 除了AIMPC之外 这是我们探索的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方向 就是AI的画图 因为整个美术成本 在游戏研发当中的占比 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说能够通过AI的智能工具 去这个提升美术的这个效率 降低研发成本 那对于游戏公司来说 其实一方面能够降低成本 另外一方面又能够缩短 产品的研发周期 我们观察到展会上 也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据说像河马啊 美团啊这些 听上去跟游戏产业 并没有什么关联的 大的企业 也在这个展会上 有了展台 他们可能也在寻找 自己原有的产业版图 跟游戏产业之间 可以对接的渠道 是的 首先呢就是说 这个游戏这个产业 很典型的这个 属于这个数字经济的一个范畴 那数字经济呢 这些年其实 从国家的这个角度讲 更多是希望啊 就是我们这个数字经济 不要是停留在这个虚拟的 这样的一个层面 它是更多的能够和实体经济 能够深度的融合 那所以我想这个 现在也是游戏产业 可能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啊 就不能被这个外界贴标签啊 贴成是一个虚拟的 这样一个经济 虽然我看这个海外 已经有一些这个很大的 世界五百强的一些跨额公司 实际上已经深度的 把自己的一些这个 这个宣发啊 营销甚至产品啊 实际上已经深度的 置入到一些这个游戏里面 大多数人你其实你可能 一辈子可能也不会有 乏力的赛车 也不会有这个顶级的赛车 但是你在游戏里面 你可以选择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怎么 把这个过去的 单纯的一个娱乐 或者虚拟的一个标签 怎么和我们现在现实生活 和我们的这个实体的这个经济啊 怎么整合起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 一个价值充构的一个理解 我们刚才的这一组讨论 是给大家勾勒了一个 大概的概念 现在当我们说游戏产业的时候 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大家通过China Joy 这样的一个窗口 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但对这个产业的讨论 我们还可以继续再往下深入 我们继续来看 现在中国的游戏产业 游戏企业 他们都在忙些什么 二十年前 在第一届China Joy上 绝大多数参展游戏来自国外 而如今 百分之九十的参展游戏 是中国制造 我认为China 有很多质量的游戏 其中一个是 Honkai Star Rail 或Genshin Impact 世界上非常有名 我们来到China Joy 据相关研究检视 作为中国出海 最具代表性的产业 游戏出海在2020年至2023年 依然保持着 绝对的领航产业地位 在过去四年中 游戏出海占比高达64.9% 东南亚长期占据 第一出海目的地 拉美正在快速增长 不少国内游戏出海 已从早期的粗放布局 走向精细深耕 不仅在拓展传统细分市场 也在采用新模式 创造新赛道 我们这边感觉到 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 中国的游戏 作为中国文化 输出的一个代表 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 有一个站稳了脚跟 并且开始更多地 做功臣掠地的一个工作 刚才在报道当中 也说到了 中国的一些原创的游戏 在国外 在全世界都非常流行 杨总 你们有没有手游 要出海的计划 有 其实我们已经在出海 而且出海这个事 是一直在做 是什么类型的产品 我们之前的产品类型 基本上会集中在 多人对战类型的 从今年开始 我们其实有很多 中国IP的产品 包括自研的一些 原创产品会出海 今年 未来的两三年 凯英整个出海的速度 会比原来更快 有一类是比较倾向于 全球化的产品 另外有一类可能是 希望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 能够传播到 比如说日韩 或者其他地区 这个是我们主要的 出海的一些 类型和题材 像我们自己做了一个IP 叫做碎石令 讲的是中国传统的 二十四节气的 这么一个题材 那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题材 推广到 像日韩 或者其他全球地区 能够让更多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 能够传播出去 一款游戏 它又具备哪些要素 可能会比较容易 帮助它走出去 其实我们这些年 中国本土游戏的 自研水平 在不断地提升 而且从数量和质量的 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我们都是在 赶超以前 欧美日韩的一些游戏 一些大的生产的一些地区 是在做 急速的这样一个追赶状态 我们很多的游戏产品 都结合了我们本身 中国本土文化的 这样一个价值理念 在这里 所以我们现在的 很多游戏产品 受到海外的 很多青少年的一些追捧 不光是因为 游戏内容的本身 也是传递了我们 这当中 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些价值在这里 比如说我们有家会员单位 它在海外做的 这个叫MLBB 中文翻译叫 无尽对决这款游戏 它可能成为东南亚 来自于南美市场 最主流的一款 电竞产品 那这些产品 可能都会和 我们本土的这些 文化输出的一些内容 和有直接的这些关联 那我在这里提供一个数据 有一份叫做 2022至2023 中国游戏企业 研发竞争力报告 它说到了一个数据 说2022年 中国自主研发游戏 海外市场的 实际销售收入 是173.46亿美元 这个数字挺大 但是看着说 同比是下降了 下降了3.7% 像这样的一种下降 我们需要去重视它吗 我觉得其实从 2017 2018年之后 整个中国游戏 在海外的整体的 这个市场规模 是在一个 急速的一个 膨胀过程当中的 所以在这一年 有所下降 我觉得是整个 大的市场环境 所决定的 当然整个的是一个 整体的全球的 整个经济市场环境 第二个还有一些 可能是局部地区的 一些法律政策 方面的一些 新的一些规定 但是我觉得 这个大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节奏 是不太会去变化的 因为现在我们在 内容的这一块的 一个输出方面 特别是对于 移动端的 这个产品的输出方面 它其实在 整个全球范围来说 的确是具有比较强的 一个话语权 我也补充一下 实际上 现在我们也面临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事情 欧盟委员会 之前就提出来的 说现在欧洲人 都开始玩中国游戏 对吧 我们也要自助 对吧 也要减少进口 实际上我就觉得 将来我们在出去的时候 可能就是 一个 我认为在合规性上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或者说经济损失 第二个我想 咱们现在其实 还有很多优势 我觉得现在并没有 充分的发挥出来 包括有哪些 业界可以引领 带领这些资本 到海外 去做一些相关的投资 激活当地 实际上如果你在当地 多一些投资 我想当地的政府 当地的业界 它肯定会更欢迎 中国美式产业 尽管有挑战 但是我们看到 大家都在很努力 在说到游戏产业 整个产业链也好 这条赛道发展的时候 大家会绕不过的一个城市 就是上海 所以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一段报道 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上海在这方面的努力 作为中国游戏圈 最具影响力的年度峰会 今年的China Joy 设有11个展馆 总面积超12万平方米 22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500家中外企业参展 国内主要游戏厂商 悉数出席 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 在4天时间里 China Joy 共吸引了33.8万人则观战 整体恢复至 疫情前的规模 移动游戏 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 我们自己的预估 可能到2025年的话 这是一个 两三千亿美金的 一个大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 China Joy 其实并不是游戏迷们 这段时间唯一的节日 这个夏天 BW CCG China Joy 连续三场 与动漫游戏相关的 产业省会 在上海接连举办 且长长火爆 刚下火车就直接来了 数据显示 2022年全球游戏市场收入 同比下跌7% 但是上海网络游戏行业 2022年实现销售收入 1280亿 同比增长2.4% 放眼全国 头部游戏企业所在地中 上海依旧保持优势 这些年来 那么上海在游戏产业 这个发展来讲 它的视同非常迅猛的 它就包容的 和这种创新的 和这种鼓励支持的 这样一种态度 所以我觉得 铸就了我们的游戏产业 这段时间 有连续三场 大规模的动漫展会 在上海举行 你们参加了吗 感受怎么样 我们刚才给出了 展会上的一些大数据 宏观的情况 你们的微观体会是什么 首先这次参展的人数 我们确实觉得 超过我们的预期 原来预期是多少 原来预期 我们可能觉得 疫情放松后的第一年 大家可能没有 对这个行业 就是没有那么快速地 去做反馈 来参加这么大的一个盛会 包括这次 其实有特别多 海外的公司来参展 这个我们是没有想到的 可能比往年 我们感受到的 就在疫情之前 海外公司的比例 可能还要再更高一些 李易主任 那您从ChinaJoy也好 从最近这些年的发展 您看出了什么趋势吗 不夸张地讲 上海本身就是 中国网络游戏的发言地 我记得在2016年 17年那个时候 其实就已经 从政府顶层设计的层面 对上海的文娱动漫 电竞 实际上当时就已经 有顶层设计了 比如说当时我记得 已经提出要打造 全球定竞制度 提出要打造全球的 网络游戏的 这样的游戏之城 那么现在看起来 您如果从数据来看 这个目的 或者说这个目标 它似乎基本上已经实现了 你看整个2000多亿的盘子 上海就占了一半 因为它是跟国际接轨 最前沿的这样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对于一些 本身国际化的一些文化产品的 一个接受的一个快速度 和准确度 其实是最高的 所以上海具备了 很好的一个先发优势 第二个块 就是因为上海本身的 一个城市的基础配套 其实是非常完整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 前段时间上海浦东宣布 说年内要投入超过100亿元 重点来支持游戏产业的 内容的研发和技术创新 就是是不是我们 对数字经济 这个游戏在这个里头的比重 它能够起到的拉动作用 也越来越重视 你想现在他们 一个大的游戏公司 比如说美工设计渲染 它不亚于影视公司 当然还有就是 你要购买大量的 最先进的芯片半导体 这跟浦东的布局半导体 它又是密切相关的 当然还有就是软件产业 当然还有跟网络也有关系 所以它整个产业链非常长 它的产生的收入里头 其实分配到整个数字经济链条里面 这个整个影响它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觉得普通这次这个力度 百亿的这个力度 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更多的 可以产生多少 拉动多少 我想成个石肯定没什么问题的 其实我们在整个大游戏产业链当中的话 其实基本上分上中下游的这样的一些产业 上游可能集中在研发 中游可能集中在内容的制作 下游可能更多的是在内容的产出这一方面 所以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说 中国目前其实是产业链最完整的这样一个地区 也是产业规模市场最大的这样一个地区 也是最稳定的这样一个地区 只不过原来在上游的研发这个板块 现在全国来看的话 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学府 在做一些游戏相关人才方面的这些迭代和储备 那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自研这一块来说 其实是提供了非常好的这样一个环境的 本身内容的一个迭代可能会大大加速 你们感受到这个政府部门在这一块 给你们的推力和帮助吗 第一个就是整个行业在上海的急剧 确实比在其他城市要更强 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人员招聘 吸纳优秀人才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人才的一个土壤 第二个就是上海在IP孵化层面 就自主IP孵化这一块 对我们这些游戏公司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而且支持的都非常精准 那我们今天讨论游戏产业 它也不仅仅是娱乐是游戏 它还是文化 它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产业经济的一个赛道 我们全行业的人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要去把这个产业的内在的文化的娱乐的经济的价值 充分地挖掘透保护好 大家一起努力 好 谢谢三位来节目当中讨论这个话题 谢谢 速度长三角 我们再来看还有哪些新鲜事 随着多地密集调整楼市政策 一些新方法新举措 也是受到了大家的高度关注 从本周二开始 浙江精华就开始实行购房分类补贴 90平方米以下含90平方米 是按合同成交金额的1.2% 给予补贴 90到144平方米 是按合同成交金额的1% 给予补贴 而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新政不仅包含了新建的商品住宅 二手住宅也是同步执行 安徽合肥也在最近召开了专题会议 来研究房地产工作 会议明确 为了避免供摊面积比例过大 合肥要积极探索商品房销售 按套内面积来计价 这也是合肥市第一次明确提出 探索取消供摊面积 业内分析人士就认为 合肥探索实行商品房销售 按套内面积计价 将会进一步地促进老百姓 明白消费 放心购房 也有助于提振市场的信心 坐落于上海四川北路的永安里 始建于1925年 是上海市的优秀历史建筑 最近这条上海著名的广式理论 完成了历史一年半的最大规模的修缮 它不仅恢复了外观的面貌 部分居民的居住条件 也得到了显著改善 红顶白墙砖木结构三层房屋 单开间连列式石库门的设计 修缮后的永安里 在外观上保留了原有的风貌 建筑物内部 公共部位和储位空间 得到改善提升 为恢复理论风貌 排除安全隐患 红口区去年初 启动了对永安里的修缮 根据相关规划 今年有超过10万平方米的修缮安排 列入计划 将汇集2000多户居民 修缮过程当中 我们也注重倾听居民的心声 通过多内容组合式的改造 来放大改造效应 来综合提升居民的人居环境 您知道杭州亚运会的奖牌 长什么样吗 当亚运会来到长三角的时候 它会传递出怎样的江南文化 和中国故事呢 接下来我们也跟着记者 一块去上海造弊厂探访 杭州亚运会的金牌 正面呈现的是杭州山水景观 山巒 西湖 断桥和三坛应月 外方 内缘 别具一格 而它的演变 其实是从这样一块铜饼开始的 每块铜饼都配有这样一张身份证 上面登记了产品编号 操作员 检验员等内容共18项 我们的工艺质量要求是 最厚的点和最薄的点 之间的公差不能超过30丝 花纹成型后 铜饼将被送到竖控洗床 进行切割加工 这也是最难的部分 因为这套奖牌的设计理念 来自于梁祖文化的玉丛 与传统奖牌不同 它的造型是天圆地方 并且正反两面上下左右 全部都有1.5毫米的向下落差 这种边缘出现了高低 明显落差的这种方式 如果采用传统的压印的话 然后它边部不容易压足 而且还会容易出现压完中有起线 毛刺之类的一些缺陷 在工艺控 细节控 质量控的合作下 一块亚运奖牌就这样完成了 随后将会送到其他车间 进行镀金和镀银 上海招聘有些公司 也是到目前为止103年了 也承接了好多国家职的一些任务项目 每一次都应该说 振添了一份荣誉感 心情还是非常激动 最近一段杭州动物园里头的黑熊 战力挥手的视频 刷爆了各大平台 瞬间也成为了网红 因为太像人了 所以就有观众质疑说 它是不是人扮演的 杭州动物园的回复说 熊是真熊 并没有人来假扮 那么引起误会的这头熊 在生活当中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也来看记者的近距离观察 这是网友发出的视频 视频中的熊站立着和游客互动 臀部还有褶皱 像是穿了一件毛外套 难怪网友会觉得像人假扮 杭州动物园给出了回应表示 40度的高温下 人套个皮套可受不了 所以这就是一头真熊 一夜间这只人力人气的熊 就上了热搜 不少市民游客 就是专门冲着它来的 就是说那只熊像人伴的 你看到的时候你相信吗 你觉得它是人吗 是人半信半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只熊是马来熊 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一种熊 只有一般熊的三分之二大小 动物园现在有一对马来熊 一只叫大鹿 一只叫安吉拉 上热搜的就是安吉拉 这偏小的体型 也是惹它被误会的原因之一 孙科的动物站起来的时候 就是两个后置着地嘛 如果从背面看 那确实跟人有点类似 像人穿的黑色的衣服 然后那个腾部那个折皱 因为它四肢着地的时候 腾部的皮肤是绷紧的 但站地的时候 腾部的皮肤就会生殖 就会有折皱 它们确实是一对情侣 希望它们今年下半年 或者明年上春的时候 能够繁殖 好 以上就是本周的 中国长三角 咱们下周再见